今天做这个菜可不简单 它是我们传统卤菜滑炒里吉丝的一个升级版 它结合了我们的滑炒里吉丝 酱爆肉丝 酱爆鸡蛋 这三个菜的一个精华 然后才融合成这样一道酱爆里吉丝 那首先我们要把肉给它改一下刀 今天我们选择这个肉是一个里吉肉 猪的里吉大约也在300克左右的这样一个重量 那我们这个里吉肉呢 它是一个非常嫩的一个部位 它有一个筋膜 这个筋膜是白色的 那我们在切肉丝的时候呢 它容易把我们的刀给夹住 切不断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这也有咬不动的这种可能 所以我们要把它片下来 那个里吉肉的筋膜呢 我们给它掉下来 那我们一定会有讨厌的 我们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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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先放上去 我们下来 成功 然后 吃 这个车余 eigentlich 我们下来 喜欢 觉得 这么 下来 口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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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